我把剛剛的程式一樣 就是這個 然後主要關鍵的地方應該 這個字好像太大了 我把字稍微縮小一點點 主要的關鍵應該就是 這個 這個地方 不過我剛剛是小於等於 47 但你也可以改成什麼 小於不要等於就 48 也可以 也可以大於 剛剛是大於等於 58 你也可以不要等於你就是 57 可不可以也可以 所以只是說你要看哪一個比較順一點 不過我看好像剛剛那個方法比較順一些些 因為這個是之前寫的 再來的話要怎麼樣留下 留下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這裡 OK 這邊加一個 S 加一個 S 寫法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待會如果你實在不會寫 至少你雲端上 也會有一份完成的程式碼 一請你把上面這個 數字個數的這一段程式 一樣我按 Ctrl 鍵拖拉到下面 複製一個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下文名稱改成叫留下 留下數字 留下 OK 好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 那如果留下的話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是算幾個是輸出的結果是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不是要算幾個 而是要留下那些數字 所以顧名思義 我這邊就多一個變數名稱就 S 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輸出的就是那幾個字 那幾個字 預設是沒有字 沒有字喔 OK 那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要改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它為 True 的時候 這個條件為 True 的時候 剛剛是把它加 1 存回去 把它 0 加 1 變 1 1 再加 1 變 2 存回去 所以把這個存回去到前面 那同樣道理我是要抓那個字 那一個字的話特別重要 就是這個 Mid 意思就是說我今天切 1 用這個方法切 1 切 X 切 C 切 1 這一個字一個字 那如果說我抓到這個字之後 我要把它存起來的話 特別重要 這邊關鍵的地方 就是 S 等於 S 自己本身 串接的話 特別控一格加一個 M 的符號 串接什麼呢 就是我切割的那一個字 所以我可以把上面這個 Mid 有沒有 切割到的那個字 特別說瓜胡請你要選對 就 Mid 然後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D 這一個字 就是那個字的一個字 後面瓜胡一定要選到 這個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裡就 OK 了 然後最後輸出的話 就把這個改成 S 就好 答案就 OK 了 這樣就叫留下數字 剛剛是把幾個算完累加 剛剛是累加 現在叫串接 所以 VBA 如何實作那個所謂累加 答案就在這裡 就是累加輸出的結果 串接喔 串接就串串串串串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得到的是 你要那個字的結果的話 而不是數量的話 那就是這個地方 我最後改給各位看 所以我習慣這樣 這邊錯誤 就再把這個 我習慣是用複製 拉過來 Ctrl 鍵按住 再空格一下 這樣就 OK 了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樣拖拉 然後放過來 他只要精準就 OK 了 然後再來這邊就加一個 S 輸出的話 因為我要輸出到 D 欄 他剛剛輸出到 B 欄 所以這邊記得 最後輸出的到 D 欄 改一下 好 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 OK 只是說最後RUN 要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細節很多 一個都不能少 OK 好 來 RUN 一下 有沒有要放這邊 有沒有還沒有錯 這種狀況怎麼辦 我交個一招 我自己習慣的 我就是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對對對 就是先讓他停下來 讓我先確定一下 他有沒有放東西進去 有的話表示是 OK 然後沒有 讓他去 Check 說 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OK 這也是一個方法 不然你說真的 那錯了怎麼辦 一直卡住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透過中斷點 拿掉的話就是再點一下 確定他有沒有被寫進去就對了 然後把它 RUN 一下 再執行一下 停在這邊對不對 這是 S 你可以游標 現在還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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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再按 F8 如果你要他停下來 你要讓他跑 他已經有一個了 我看看他抓到什麼 沒有一個 本來就沒什麼 沒有 可是其他家 他已經抓到零 為什麼是零 因為他沒有數字 不是他有抓到一個 已經串接一個零了 所以他等於是 A 欄裡面的東西 我知道 因為我們 OK 看一下裡面放 E 沒錯了 有沒有 那表示這應該 OK 所以有的時候是鬼打牆 剛剛應該 那種狀況應該不會發生 可是他奇怪怎麼 跑去別的檔案去了 好 那不管 反正知道問題了 執行 OK了 剛剛那個問題應該 我根本沒有去把它開到前面去 他反而抓到後面 這表示他這個 Esser本身有點 bug 不過不管 OK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 再來的話 如果說 可是一般工作裡面 會需要數字是 OK 可是如果我現在不只要數字 我要英文的 所以我可以 下一道題 我要留下什麼 留下英文的 OK 比如這邊改成 你就是留下英文 不是留下蔡英文 留下英文 那英文部分的話 英文 那你想說留下英文要怎麼改呢 其實也是要來看一下ASCII Code 內碼表 也就剛剛我們是 數字的話是47到58之間 那英文是65 剛才講65到90 跟97到12 兩個範圍 那怎麼辦 要不就是你要判到兩次 邏輯一次 再裡面再一次 不過這個方法比較不聰明 比較聰明的辦法就是 乾脆你把 不就是全部改小寫 不就全部改大寫 有沒有 反正在 VBA裡面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讓所有的英文字變大寫 或者變小寫 OK 你就把它改成全部變大寫 你就一次就好 全部小寫就一次就好了 OK 那個全部變大寫叫U case U就up Case Case的話就是把它 就是大小寫轉換 那如果轉成小寫的話 就剛好U改成什麼 L L case 就是小寫 OK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 透過這個方法 乾脆全部轉大寫 然後只要判斷它是不是在64到91這個之間 那就表示它是英文 所以其實一樣 我們就不要算它了 我們就留下那英文就好了 OK 請各位想想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特別是留下數字 剛剛我比較重要的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我把一樣程式call過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C A等於0改成S等於空字串 因為我不是要累加 所以我要是串接 所以串接的話 就S等於空的 然後呢 後面就是S等於SN的那個MID的結果 MID就是切那個字 我把它串到S裡面去 最後再把那個串接到的結果 再把它丟到我的D欄 OK 它就會幫我把一個一個的資料 全部都丟回去 OK 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說 再用人工的方法去判斷說 到底哪一些是數字 哪一些是英文 哪一些是中文 常常我們工作裡面 也會常常需要把資料做分割 但是分割的邏輯裡面 就如果剛好是這種 這個英文、數字、中文的切割的話 你就不能用像之前那個什麼MID 你要去Find 那就沒辦法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留下數字的部 OK 試一下